專家都研究了什麼東西出來呢? 今天我們來看看專家的建議 病毒令全國的老百姓從剛開始對專家的依賴 敬仰到現在徹底失去了公眾力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為什麼在堅持動態清靈的原則下突然轉向 在民眾毫不知情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放開 我們已經堅持了三年抵抗疫情 為什麼專家們都沒有去引導大家合理儲存藥品 現在居然造成全國瘋狂搶退消藥、感冒藥 等這個家常常備的普通藥 專家們老百姓這麼信賴你們 你們為什麼沒有事先對醫療體系必備藥品供應等問題 進行合理的評估是否預備儲存的情況下突然放開 難道三年前武漢疫情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第三 全國投入巨資建設的大量方艙醫院突然棄資不容 這個資源浪費該誰負責呢? 第四 放開前為什麼沒有專家向公眾指導如何居家治療和防疫? 為什麼讓億萬群眾自己去摸索發病的治療方法和防疫? 第五 城市以及農村的獨居老人特別是有基礎性疾病的 為什麼不讓他們提前做好應急準備? 目前因為防疫失敗 大家缺吃小學 缺衣小藥 天天建議建議 最後居然連黃土罐頭搶到脫銷 真心希望我們的專家更專業一些 對我們的老百姓更尊重一些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缺藥 那就應該想辦法解決問題 而不是看著病毒滿世界走 其實一次病發治療需要布洛芬 每人最多三顆限制團藥就可以 但卻沒有人管疫情三年多 有沒有等到那些病毒專家研究出來的特效藥 老百姓虎低谷竟然是躺平 現在又告訴老百姓吃點退消藥 多喝點白滾水就可以了 三年裡 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努力 就被你們三言兩語打發了 人力 物力 財力 全部付諸東流 老百姓的生命在你們眼裡到底算什麼呢? 萬一感染了 吃不到退消藥 乾飲白滾水可以嗎? 疫情三年 感冒藥 咳藥 退消藥 藥店不給賣 現在給大家去瘋搶 造成恐慌後 不良商家發覺爛財 空抬物價 承認罷專家們 全面放開防疫工作 確實有點意外倉促 不合情理 也不科學 接下來相互交叉感染 觸發大面積的疫情 讓人如何安居樂業呢? 三年了 整整三年 最後擠出了一句 人人都會被感染這樣的答案 這三年國家給了上萬億的經費 專家們都研究了什麼呢? 什麼都沒有 而且放開油 如此匆匆 代言蓮花清溫 代言新冠特效藥 一盒獎到二千八九元 一盒蓮花清溫 賺了幾百個億 盤滿撥滿 某專家成為中國最有錢的院士 這個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專家嗎? 評論區告訴我